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是意外 幕后黑手将浮出水面 一起来听 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2015年 宗世强教授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 他这样说道 这五年是人类死亡非常多的一个阶段 老天第一个用的叫瘟疫 这个瘟疫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很快会传播 我讲这里没有吓唬大家 而是提醒大家 还有 人多的地方不可去 因为他是一群一群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分好人坏人 让你的小孩不要凑热闹 本来是个好好的人 无缘无故地被抓去也是最冤枉的 个性一大堆 你喜欢可以在家看看电视 千万不要去 给各位的忠告 韩国首尔龙山区离泰院二十九日晚间庆祝万圣节活动 约十万人涌入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大家精心装扮 为了这个引以情而好久未举办的节日 来一个疯狂的周末 在大家肆意狂欢的时候 死神竟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一场严重的踩踏事件即将发生 这场悲剧发生在一条小巷里面 巨大的人群将这条狭窄的小巷挤满了 人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 一个推着一个往下倒去 有部分人已经被挤到双脚悬挂 呼吸不长 甚至有些人已经晕死过去了 人太多了 真让人喘不过气 这是一位留学生幸存者回忆当门场景说道 他说在当时人已经很多了 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走着 许多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这位学生和他的朋友当时也被人留挤得痛苦万分 幸好后面他和他的朋友挤出来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走在酒店的后巷 突然有人从后面推我 我不想推别人就一直撑着 被挤在中间大概三十分钟左右 一起来的朋友被压死了 这是一位从大田和朋友一起来的完的权某称 在此次灾难中权某活了下来 但他的朋友却走了 我在附近的小巷 听到周围喊着黑幽的声音 一直被往前推 小巷都被堵住了 人们被挤到墙边 被压在地上 我虽然逃了出来 但没有找到一起过来的朋友 幸存者崔某在事后回忆仍心有余计 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找到他的朋友 在此次灾难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倒地的人们 坐心肺复苏的人们 救护车 警车 担甲 好多人被抬走了 精致的妆容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狂欢的现场变成了与死神较量的现场 我们能救多少 我们可以救多少 此次黎太阅踩踏事件是继续月号后八年以来最多的人员伤亡事件 那么 此次踩踏事件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络上众说纷纭 有人说与事发小巷过于狭窄有关 有人说与当时餐厅和酒吧有关 因为有年轻人想进去 但是他们拒之门外 又有人说与违禁品有关 根据幸存者透露 当时是有几位醉酒的青年突然大声起哄 让人们往前挤 一边大笑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推挤周围的人 本来就拥挤的人群在他们的起哄下瞬间就失控了 一两个人倒下 成片的人倒下 灾难发生了 还有的幸存者说当时有不认识的人给他们的糖果吃 但是他们没吃 有部分青年的精神一直狂欢的状态 在事故的现场一边是尸体 一边是依旧随着音乐扭动的人群 目前尚且不知是否是违禁品的原因导致人们过度狂放 控制不住自己 才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 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知道隐患是一直存在的 离太苑面积较小 且属于上坡区域 当时参加的人群大约有十万 如此狭小的面积如何容纳庞大的人群 而且此次活动是韩国疫情爆发后首个无口罩 无限制活动 年轻人被疫情压抑了太久 已经迫不及待地就想要来参加此次活动 大家盛装出席 蜂拥而至 部分举办与组织者并未预设到这个问题 没做好人群的分流 导致大家都一窝蜂地聚集在一起 人几人 人来人 寸步难行 更何况还有几近年轻人的起哄 灾难一触即发 在此次事件中伤亡惨重的是女性群体 较小的身躯 微弱的力量 在事故发生的当下是非常难逃生的 有一个画面 一个警察想把压在底下的一名女性拉出来 可是她拼尽全力也没能把她救下 惊魂一夜惊的是谁的魂 是没出来的人 还是逃出来的人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意外与明天什么时候来 那些逝去的人们参加活动的时候也是兴致勃勃 兴高采烈 也是精致妆容 穿着美丽 可是就一个晚上 什么都没了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流逝了 总而言之 保护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开心很重要 生命也很重要 在任何情况下发现不对就立马撤 在灾难面前 每个人都是无力的 当那巨大的人体高墙倒下的时候 我们无从遁形 被压倒的往往是弱小的人群 我们为灾难悲鸣 但我们也应被灾难警醒 避免事故的发生 避免灾难的发生 论语里说 为圣人之言 圣人有高度的警觉性 深刻的观察力 缜密的领悟力 一看这个下 就会想到很多事情 甚至知道未来的变化 这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所不能够做到的 圣人数天不做 他说的是天言 如果不听 遭受了过 也只能自作自受 我们敬爱的曾氏强教授 毕生致力于经研大道之缘以经 一节百家 著作等身 面向世界解读中华道统文化的奥秘 天将大任 复兴道统 他深得天人合一的玄机 被称为天人之师 今天 我们结合试试 分享曾教授的十大预言 一睹天人之师的魅力 见证先知先觉的神奇 一 预言一 瘟疫肆虐 这五年会是人类死亡非常多的一个阶段 老天第一个用的叫瘟疫 这个瘟疫传播很快 是没有要可以治的 自2019年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 截至到目前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亿 现有确诊仍有2600多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220多万 其实 天生人 天也杀人 但是 我们不觉得天在杀我们 我们总觉得是生病而死 其实都是天杀的 天是有眼的 天很公正 很无私 而且功过是不能相抵的 功过相抵是我们人类搞出来的花样 天上功是功 闭上 过是过 万 不能相抵 千万要注意 道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人杀人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要抓去判刑 可是道天天在杀人 他没事 是不是很厉害 道最重要的是他不主宰任何东西 所以 人不能过度地膨胀自己 因为我们累设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是不相同的 只有自己明白 你一定要把你的局限性顾好 可是现在的人 最后是爆破自己 尤其这几年 自我爆破的人最多 以前 我们认为越行的人 现在才知道越差 就是那个管制点自己没有搞好 儒家教作分 就是说要守住那个局限性 二 预言二 人类五大危机 西方人发展科技 给今天的人类造成了五大危机 这五大危机是人类在最近的三十年之内都会面临到的 第一个 缺水 现在缺水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第二个 缺土 沙漠化面积越来越大 可耕地被拿去盖房子 天坑出现 海水淹没 等等 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第三个 就是缺粮 因为水土不够 粮食一定短缺 第四个 就是缺人 这四大缺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 不可避免的危机 而造成这四大危机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第五个 也是最要紧的 就是缺德 我们首先会缺水 有人会奇怪 怎么会缺水 因为那个雨一次下来是留不住的 等于没有用 雨没有下到适当的位置 它等于零 那白花掉了 相关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有超过十亿人生活在缺水地区 到2025年将有多达三十五亿人面临缺水 我们缺水 缺水自然就缺土 缺水 缺土自然就缺粮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农业要赶快注意 不然的话 将来是很惨的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好好地把农业把它振兴起来 千万不要认为说已经进入工业 已经是电子时代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最后还是要吃的 而缺人现象也锐意凸显 联合国发布的世纪人口展望2019 发现提要中对 2019到2100年间 世纪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预测 总体呈现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 现在人类的各种价值观导向 大都以违背自然规律和人事伦长 偏道严重 由此带来的人类危机 正在日益加剧 三 预言三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文化战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因为无三不成立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必然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无力战争 不是外交战争 而是文化战争 光明日报指出 在互联网的驱动下 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正在飞速地加快 主流文化正在不断成长 而且更多的主流文化将出现 那些新型国家的文化 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空间 也正在积极成为文化多级世界中的一级 未来更多的主流文化 也将会根据地区和人口 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大家都在进行着软实力的竞争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不是军事战争 而是文化战争 并且已经开打 打得非常激烈 几乎每天都在打 智者的预言不会褪色 终将被时代所验证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浮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